Hello 大家好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為什麼我前幾天都放了這麼多 這麼有趣的泡泡造型公仔出來 我老公見到 以為是份子料理 差點吃了 我就說笑話 因為很悶 之前人不是玩手打400次咖啡 今次我就玩40次結面泡泡 事實完身邊很多朋友 都因為戴口罩 令我皮膚很敏感 連平時皮膚很好的朋友都出事 所以就叫我問一些皮膚科醫生朋友 其實之前我也有這個問題 所以早就知道是什麼事 原來是連洗臉都出錯 可能你也洗錯了 以前就以為洗臉 越多泡是越好的 但原來錯了 越多泡代表是越多起泡劑 要怎樣才知道自己的洗臉有沒有起泡劑 就要在成份表上找有沒有SLS這個字 我用這一支當然沒有 其實SLS在很多化妝用品裡都會出現 有起泡和洗淨作用 但因為它的去潤能力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可能會刺激皮膚 令皮膚敏感 皮膚科專科醫生都指出 由於人體的皮膚是有記憶的 如果長時間都用一些令皮膚敏感的見面語 就會令皮膚的狀況越來越差 一個最簡單的測試 就是你平時洗完滅之後 皮膚容易有泡泡的感覺 其實已經是很大機會出現因為乾紋而引起乾紋 醫學報告已經指出過度的清潔力 反而會傷害皮膚的第一道天然保護層 它是由大量自然生成的益生菌組成的 可以阻擋細菌、霉菌等等的害菌 在我們的乾紋、裂縫入侵我們的皮膚 所以無論大家是洗臉、洗手、洗澡都好 都應該要避開起泡劑 如果破壞了保護膜 之後就算你拼命去塗護膚品 都無補於事了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很奇怪 你又說了 Chorus這支見面魚沒有洗泡劑 那怎樣洗泡呢? 現在就讓我示範給大家看 其實很簡單的 撕一點點見面魚 放在洗泡網上 然後我們加一點水 其實初幾下 它已經可以出出很多很黏密的泡泡 它最神奇的一個地方就是 你洗完臉之後 你都不會覺得它是很乾 會有什麼乾紋出來 就算你用了它來洗臉之後 你就算不塗上劍獻魚也好 你都不會覺得那臉很乾的 你也知道現在大家都經常要洗手 好嗎? 很容易洗手就令對手很乾 會出紋 或者有些敏感的狀況出現 其實這個原因是很簡單的 就是因為你用那支洗手液 是有起泡劑的 大家看到我現在又是用那些泡泡 在做一個很有趣的造型出來 登登 我這次就做了一隻兔子出來 其實你們都可以試試玩這個 你跟小朋友玩都一樣可以 令到他們會喜歡洗手 可以長時間保持著乾淨和衛生 而這支洗臉真的令到我喜歡洗臉 對洗臉是改觀 平時我都會全面上下左右 每邊大圈洗十下左右 洗完臉之後乾淨得來 不會覺得乾 皮膚即時滑滑滑滑 那些暗粒都很容易退出來 感覺到毛孔很乾淨 戴了口罩都不會令皮膚敏感 還有Chorus的配方很特別 它裡面有活性益生菌 好像紙面上都未找到有益菌的洗臉奶 可以增強皮膚的抵抗力 有個皮膚科醫生朋友還說 如果皮膚很乾或者有乾紋 一些對皮膚有害的細菌 就會經胸褲入去入面 那就不單止會有乾紋 還會沒有彈性沒有光澤 出油三粒粒敏感 好像濕疹那隻金黃葡萄球菌 暗瘡就是坐瘡趕菌 很容易就會有濕疹和暗瘡 好啦,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你們也試試玩泡泡公仔 看看做到什麼公仔出來 做完可以踢回我的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